所以那還沒被證實嘛 你說就是人感到樂闊的人是不是人家跑進跑進 人家跑進跑進都是事實上已經被確定了 但是我們的感覺是不是真的是感到那麼細微的人家跑進跑進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會覺得是不是冷 那個覺得冷是怎麼讓你覺得冷 是有個什麼東西 譬如假設這是個溫度計對不對 你說他覺得冷是因為 對不對 是因為你看到他高度變低了嘛 對不對 就溫度計本身他有沒有感覺冷 沒有 我們不知道因為他沒有感覺 他也會告訴你他有到的感覺叫什麼 他並不知道 可是我們從他外觀表現上是看到他高度降低了 所以他高度降低的時候就是冷的 高度升高度升熱的 是 基本上在做的時候應該是要這樣 要去做這樣校正 就是你要把他放在100度C的水 然後去看他高度 去放在50度C的水去看他高度 不要做刻度 那你這樣做出來之後 他才會變成一個有用的溫度計 那現在因為沒有刻度 我們能說他這是一個參考性質的東西 那條線是什麼 這條線是當時他做的我也不知道什麼 因為上面寫的看不起來清楚 但是他做的時候這不是誰的啊 這個好像是俊宇做的 俊宇沒有成功的是嗎 俊宇做的 我印象中是他做的 因為是罐子所以我給他的 不是喔 這是 這是那個給子儀做的 然後他做的時候 當然只有兩個地方沒有做完 第一個是我們上面應該要封一層油 你沒有封一層油的時候 這個水會跑掉 水會蒸發 所以這會影響到你後面的刻度的溫度 對 要放一層油 那現在就沒有放 然後 對 所以他現在其實只參考 這參考 其實這還不錯 因為他氣筆性還不錯 沒有漏氣 其他的都有些都漏氣了 所以做不準 他就會 你的氣跑掉了 所以他高度會往下掉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 只能說我們知道 兩個物體間的熱交換 通常從溫度高 降到溫度低的能量會流下去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能量高低怎麼去感受 到底這個能量高 或這個能量低 前方高能注意 那你看到這個桿子 那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已經知道 能量高的時候 運動速度會快對不對 如果從那個 我們以前學過的物理來講 能量高 可能他動很快 速度快 那在分子表現上 他實際上表現是每個原子 一個分子結構 他每個原子 實際上都會很快的移動 實際上簡單來講 我們看到 這個是一個物質 你不要講這物質 每個東西都固定 可能就是固體對不對 這是一個固體 這是固體 所以裡面每個分子 每個原子都被固定得好對不對 對 對 還是不對 不一定是什麼意思 是有可能有 有可能沒有 有些有也沒有 他會被固定 但是他還是會微微的 OK 身上所有的沒有錯 所有的原子核 你要想 所有的原子核 他怎麼被固定的 簽住 他被寫簽住 對 變得原子 一個原子核 是他旁邊有很多電子 對不對 一個原子核跟一個電子 這個原子核不會跑來跑去 因為他找到最適合的位置 讓他停在那邊不動 可是他不是不動 因為這個都是空的 這些電子跑來跑去 這電子是不是也是浮動的 跑來跑去 對 所以實際上這個原子核也在跑來跑去 然後跑來跑去 是讓他有一個震動 有一個Vibration在那邊跑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能量越高 溫度越高的時候 能量給他 我如果能量給進去了 他表現在哪裡 我能量給進去 震動 我表現他震動 有兩個地方給表現 第一個是 他的電子會往上跳 再跳回來 他跳到高能的能階 再跳回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表現在原子核的震動 原子核的震動 所以他有兩個地方可以表現 這個電子跳到那邊掉下來 他放出光 光是什麼 光我們學過光是什麼東西 光 光是一種電子光嗎 沒有什麼 蛤 沒有什麼 好 再想想想這個臉 你不要 你是被自己 什麼東西 可以人家的臉 哪裡 他都去了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 那一根吸管 他就什麼 鼻子 鼻子 好 這吸管拿著 好 所以 所以在 在一個原子裡面 我們知道 一個原子核 他事實上原子核沒有固定 原子核是在震動 我們給人量說 他震動會不會加快 他的頻率會加快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說 簡單講 溫度這種 原子的震動頻率的表現 溫度越高 震動頻率越大 溫度越低 震動頻率越小 另外一個就是從這個電子的 跑到激發狀態 再掉回來 再掉回來的時候 他放出光 光就是那種電子波 所以基本上 只要有溫度的東西 我們講有溫度 什麼叫沒溫度 什麼叫做沒溫度 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叫沒溫度 溫度很低的 叫絕對零度 低到所有的原子都不動 所有的電子都不動 那叫絕對零度 原子就是兩副的兩百 副兩百C三度C 基本上絕對零度我們做不出來 真的假的 怎麼做出來 不知道 沒有辦法 我們要把能量取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房間很熱 我要把這個能量取出去 到戶外去才會降落嗎 我怎麼把能量取出去 開窗沒有用 我外面如果溫度也很高 那 今天它是體感 感覺上涼 事實上它並沒有 讓整個房間的能量降低 只有冷氣息這樣可以 對不對 冷氣息把這個拿出去 把這個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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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平常就把這個拿出去 他會把裡面 把這個拿出去 他不是充出去 他是把裡面用壓力去 把熱 先集中到冷煤 在外面去把冷煤 在外面把冷煤壓縮到裡面去膨脹 膨脹上帶走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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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再拿到外面去壓縮 再帶進來 再壓縮 再帶進來再壓縮 它在過程當中不斷把熱帶走 哈哈哈哈 所以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但是這些都是一種平衡 像你的熱帶走的過程當中 它沒辦法帶到太低 帶到太低 沒辦法 我們所有的物質來講 目前沒有辦法 200至3度是預測 是實驗做的 實驗做的結果 我們實驗做的 這沒辦法製造嗎 那怎麼做實驗 實驗可以做啊 我們的數學有預測性 比如說我拿一個體積的空氣 那這邊有個活塞 活塞非常親密 它不會漏氣 所以這邊有空氣的體積 可是我改變空氣中的溫度 跟它的體積做關係 我在這個溫度下 我得到這個體積 我降點溫度 我得到另外一個體積 再降溫度 我得到一個體積 我之後可以把這點一條線 對不對 這條線代表體積 代表這條線代表溫度 所以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到這邊會跟這條線有焦點 焦點的位置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沒有體積 沒有體積 體積會0 對溫度是多少 是不是可以找出來 這一點就是-273度C 但是這一點做不到 因為基本上 分子就算再小再小再小 它也在要體積 你做怎麼樣 有辦法找到 很冷很冷 沒有 現在目前就是3K 3K 3K就是-270度C 270度C 就3K 我們講3K 不是那個 美國那個3K檔 那個3K是 絕對溫度3 絕對溫度3K 就是 它現在就是在-270度C左右 有 宇宙沒有被太陽照到的地方 有 太陽 太陽都照到每個點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太陽會照到哪一點 月亮才會照到哪一點 月亮才會照到 那是 月亮才會照到啊 月亮會在旋轉啊 好 這是陽光對不對 地球在旋轉 月亮是永遠面對太平 面對地球 但是你看我這樣子 這邊是這邊照太陽 當然我知道這邊是這邊照太陽 那點還是會有點角度照到太陽啊 還是會有 因為它月亮會有一點點 擺動 會照到太陽 會照到太陽 就像北極會照到太陽 會啊 會啊 會有照到太陽 所有的星球不是完全都固定的走不動 還是會有一點點擺動 那照到太陽 那一點沒有照到太陽 它也是很冷 它沒有到數270度星 沒有到你的地位 那你比如說 我想 陽光照過來 是讓每個點都會照到太陽 但是每個點是不是都溫度不一定 因為那個 一個小指點照光線 它能量一下子 有 但是它很快就過散掉 它能量很快就過散掉 好 你說 我那時候 就是比如說 每一個 因為它會震動 所以才會感覺到它 就是像 平常 夏天的時候 就是摸到什麼牆壁 什麼都會有月亮 嗯 就代表說 它的原子的 那叫什麼 震動 就是比較低 所以它的 進捷 還是供應 就比較穩固 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它進捷穩固不穩固 它是讓它化學結構啊 就像木頭跟鐵 或者是跟牆壁來講的話 它結構不一樣 化學結構不一樣 那你說 哪一個比較穩固 不一定 鐵跟金屬來講的話 鐵跟牆壁來講的話 鐵跟牆壁來講的話 鐵就比較不穩固 鐵其實還蠻強的 可是鐵的見解 事實上沒有那麼強 它是 特性 變物質特性 那我們就講說 溫度低 它沒有低到 我低個石度 它就變更穩固 變比較強固 對 那事實上 你講的東西 當時有個東西很有趣 說 同樣是五度C的鐵 跟五度C的棉花 或五度C的保麗紅 一個比較重 哪一個 不是 哪一個你會覺得比較明 鐵啊 五度C的鐵 跟五度C的棉花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難 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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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體養溫度的問題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麼五度啊 不是比這個小的問題 冰冰箱 你放冰箱 對 那五公斤的鐵 還有五公斤的棉花 哪一個比較重 哪一個比較重 那五公斤的修衣 跟五公斤的鐵 一百公斤的修衣 跟一百公斤的鐵 哪一個比較重 對不起沒有一百公斤的修衣 當然 修衣 也修衣會晃爆 什麼 什麼東西 好 為什麼摸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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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比較 比較 摸 保麗有沒有覺得摸棉花 不會這樣 變得穿到 比較好 因為它接觸面的問題 因為它接觸面的問題 對 因為它 棉花的結構 它跟你的皮膚接觸 可能沒有那麼的密 所以剛才講 有些 像目前有些 結構它特色做 那個叫做 龍毛處理 有聽過嗎 有些塑膠件 它做龍毛處理 龍毛處理的好處 是讓你摸起來 比較不會很冰涼 塑膠件 有些塑膠 有些塑膠件 在做 馬上多點 也有做龍毛處理 這我倒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有些塑膠 在做龍毛處理 或者說像衣服 有些像我們用衣服 紡織品 它裡面做龍毛處理 有沒有 所以它塑膠做龍毛處理 它就會 變成龍毛 它表面就是什麼 刷毛的結構 刷毛的結構 對 簡單的講 我假設我的物體表面 是平滑的 然後我今天做刷毛 你手去摸它的時候 是中間隔了一層空氣 隔了一層空氣 溫度的傳染就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溫度 不會跑那麼快 你的能量不會散生不快 不會散生不快 你會覺得它沒有那麼冷 就覺得沒有那麼冷 所以我說 我覺得我們人體對溫度的感覺 來自於你能量傳避的快速慢 這是差別在這裡 好 怎麼樣 才剛開始三個就已經要睡覺了 我們今天又不要上個了是吧 沒有啦 現在只有一個 兩個 一個睡著 一個快睡著 剛剛睡飽了 剛剛睡飽了 對 我也是剛剛睡飽了 好 所以我們在講 熱平衡 事實上什麼叫熱平衡 怎麼做物體跟物體間的熱平衡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為什麼連在一起會熱平衡 互相吸收 互相什麼 彌補吸收 怎麼叫互相彌補吸收 他要到達一個溫度平衡 就是 他要取得平衡的話 他就得一個周遭的東西 他如何取得平衡 如何打倒平衡 高位能跟往低位能 高位能往低位能高 高位能往低位能高 所以你認為溫度高了就位能高 溫度低了就位能低 溫度高的動能高 溫度高的動能高 啊動能高 為什麼會往低 動能低而高 擴散 他會不會擴散 他會不會擴散 分子狀 OK 主要是分子狀 我們剛才講坡的時候 是講到那個碰撞的問題 我譬如這個坡傳過去 他假設這邊震動很快 這邊震動很慢 震動很快 跟震動很慢 碰在一個怎麼樣 合 他是會一直打到它 所以他就Pause 跟著它一直震動 等它兩邊震動一樣快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會再互相影響 就會重複了 是不是 他的震動頻率一樣高 他震動頻率一樣高 我們感覺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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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他感覺是什麼 他震動頻率一樣高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感覺什麼 沒有什麼 我們覺得他感覺就是 溫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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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意思嗎 他震動很快 震動頻率很高 震動頻率很低 這是適當的溫度高 所以你看 不會有 就是 體感和溫度有點差 對 體感和溫度有點差別 是因為他主覺得你傳遞的快慢 但是 九和九次 你還是會傳遞出去 對 他只是增加空氣那一層 讓你 緩慢的傳遞 所以你棉花就是 水跟水 對啊 對 他並不會保溫 你譬如我現在 我現在 假設我給你 丟在一堆棉花是 5度C的棉花裡面 你還是慢慢來就會能死啊 你還是會太難 你還是會太難 那只是速度慢一點 如果我本來丟在一堆 水是5度C 你馬上能量就跑掉了 因為水跟你是貼到 完全貼到 所以能量會馬上傳出去 你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會 他會得到你的能量 所以能量會傳出去 但是 只是速度慢一點 因為羊毛的中間 以為他都會空氣了 他會空氣 但是 因為羊毛 他都空氣了 他不會那麼快 身上不會死 是因為 我身上會產生很熱 我體的會讓我周圍在 空氣變成一樣的溫度 跟我身體一樣的溫度 這時候他就有達到保溫效果 這跟羊毛之類的 因為 他的傳遞速度很慢 可是機子不一樣 機子他整個結構 他會很快把這個一直帶出去 所以你的體溫來不及把它夾著 你就被帶走 但是一樣啊 譬如假設這一塊鐵 你摸著他 久了之後 他的溫度會跟你一樣啊 只是你這時候把它放開之後 用手 用手摸上 這些手並不會覺得很難 因為他的溫度已經跟剛 讓你變得加熱 所以他是 這是溫度的傳遞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溫度傳遞 基本上是靠 分子跟分子間的 或是原子跟原子間的 碰撞 或是說他們彼此影響 去改變他的振動頻率 這樣就把這個傳不去 OK 那我們在課本這邊有提到一個簡單的 溫度變的轉換 從華氏溫度到攝氏溫度的轉換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華氏到攝氏 華氏到攝氏 都一樣 對 華氏到攝氏 攝氏到華氏 反正一個公司你就可以走隊 右推都可以 好 那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攝氏溫度怎麼定的 攝氏是我們現在的渡溪 對 渡溪是攝氏 怎麼定出來它的標準 結冰是0度 結冰是什麼東西結冰 水結冰 特別講是純水結冰是0度 一大氣壓結冰 一大氣壓的純水結冰的時候是0度 然後咧 背短的時候是100度 這是攝氏鏡的 它是比較符合科學上常常在用的方法 因為從科學的時間比較常用到水 用水來做觀察是最直接的 所以水的結冰是0度 水的沸點是100度 那華氏呢 它結冰0度 然後體溫100度 什麼東西結冰 水 不是水結冰 水結冰不是0度 那水結冰 水結冰是32度 32度F 所以它什麼東西結冰 銀 不是銀 銀什麼結冰 銀量是酒精 也不是酒精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 平時是固態的 平時是液態的 不太容易結冰 它很冷很冷很冷才會結冰 水平它是液態 但是水的冰點是多少 不知道 酒精 不是酒精 日常生活中應該會用到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 不常用到 因為我們不靠海 現在華氏0度是冰的結冰度 冰的冰點 鹽水的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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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度沒有特別強調 但是我認為是濃水的濃度 這比較有意義 我們講如果說 就邏輯性推亂 我的邏輯性推亂 因為我常常之前一直講說 冰 鹽水的冰點 但是沒有特別講到 為什麼用什麼鹽水 但是我推這是海水的鹽水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當下 假設定它為0度 好處是 我知道這個海水快結冰了 我可不可以出海 如果快結冰了 不能出海 所以要定個0度在裡面 但我容易判斷說 我實際上是不是適合出海 同樣 這是滿合的邏輯 然後或者是 我早上出門 已經到0度了 不用出海了 因為海水已經結冰了 這是不要那麼判斷 那 華氏100度是什麼 體溫 我認為是體溫 那事實上有人說 體溫大概華氏98度 我認為是時間不差 在當下 它定應該是以體溫為標準 就是體溫可能快發高燒動 對 可能發高燒動 因為這個好處是 我假設我長期旅行 我在外面活動 我長期旅行 我要觀察有沒有生病 最簡單是看體溫 所以我用體溫的發燒標準 來當成我的 所謂的這個100度 很簡單 所以它100度大概是幾度 大概那38度有沒有 對 38度 人正常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聽到是37度 但是現在比較標準的溫度是36度 我們講體溫36度是正常 37度有點發燒 是低小嗎 對 所以這個華氏溫度是華氏跟攝氏這樣定義 這個推導沒有問題吧 徐媽要再解釋一下 不用 不用 那凱斯就簡單一點 凱斯只是華氏 欸攝氏 攝氏 可是它的那個凱斯 凱斯 絕對溫度 對 對 好 凱斯 都是人的性 對 都是人的性 對 都是人的性 好 這邊我也比較特別是 那個凱斯的K 它前面不加度喔 凱斯沒有講度K 沒有講說幾度 3度K沒有這樣講 直接講3K 4K 4K 5K 它也不是做到錢的意思 好 好 那我們正常來講 如果說凱斯跟攝氏的換算 是273.15 還有1.15 還一點點 OK 好 所以呢 這是 什麼 金打溫度器 什麼 金打溫度器 徹底啊 各層海水溫度 涼水好 這個實際上我沒看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 我現在 去找圖片嗎 沒關係 這下個我們來講 這個也不是我們現在的重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溫度 知道這個溫度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講一個 熱量跟比熱的關係 什麼是熱量 卡路里 熱量 不見得一定要講卡路里 熱量是什麼 卡路里 只是熱量 我們現在習慣用的熱量 有什麼單位 以熱的方式表現 對 以熱的形態表現出來的能量 好 像所有的能量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這邊是用熱的方式來表現 什麼叫熱量 這樣問題 我們常常會討論到熱量 會什麼地方討論到熱量 食物 食物會討論熱量 因為它跟我們身體的 獲得的能量有相關 因為大家在做食物研究 我們發現說 一個人一天大概只需要多少能量 然後他從這部分去研究它 用的就是熱量的方式來研究 我們來燒洋芋片好不好 可以啊 但是應該今天沒辦法 今天有洋芋片嗎 燒洋芋片大量是什麼事情 燒洋芋片可以大量大的熱量 你可以用洋芋片做一個小熱氣球 然後算它飄多久 就是在熱氣球下面燒洋芋片 然後它那個它會飄現嗎 它不會後來就腳表抽掉 它可以燒一段時間 它可以燒一段時間 洋芋片裡面蠻多油的 對它油質還蠻高的 它可以燒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來到科學實驗網 就來做這個實驗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有實驗網 有人說 帶一些來看看 有嗎 都忘記了 都忘記了 拿替下來 那個啟通駕之後 帶一點過來給我們同學看一下 所以他好像上不去就是這樣 對啊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拿熱水來加溫看看 熱水看看 水溫上升的時候 它應該是會改變它的密度 我那天有測試過 應該都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不動了 因為是燈焦有沒有辦法 奧翔的 然後就現在在跳 那是9 對19吧 19 19 49 重換了 沒有6度 6度 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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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9度都會沉下去 真的來講 9度都會沉下去 來講 不要講是因為撞到的關係 反作用力的關係 但是應該不是 是龍齁 平蓋打開沒有關係 它不會營養大體的變化 對 對 我怎麼只不裝滿 一開始我還以為 水裝滿 水裝滿 它會不會一開始 我還以為體力熱溫度計是用那種 液體之間不同 我以為 我以為 對 它只重量 對 它其實就是改變它的密度 改變那個液體的密度 只是我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那些失敗主要原因 應該也是認知的問題 我現在問我爸 我現在問我爸 真的喔 其實它是認知的問題 我們那些認知上 以為我們那個軟墊也不會太改變 我們沒有考慮到密度變化 所以我發現它應該是跟我遇到的狀況一樣 它應該是隨著溫度改變 它那個軟墊也會 密度會變大 密度會變小 它是小的比那個液體的密度還小 所以它剛好顛倒 它剛好顛倒 結果你在0度C會浮 它10度C就更會浮 那我們以為它10度C應該會沉對不對 所以它10度C更會浮 所以我們要反過來做 這樣 然後回去也是做了 做了第二次實驗 發現說 原來是這個樣子 它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 什麼 什麼 好 那我們來講熱量 熱量是熱的那種型態 以熱表現的能量型態 那我們現在目前 剛才討論熱量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一個定義 一克的水 上升 上升 一度C 攝氏一度C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熱量 這是一卡羅里 這樣一卡羅里 它只需要能量一卡羅里 然後呢 像這裡可以拿來燒 這裡有能量 然後我們把它當成能量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去做一種 比特的實驗 因為我們發現 其他的物質 並不見得每個物質在一克的時候 上升一度C都需要一卡的能量 所以我們就把 不同的物質 它上升一度C 一顆的物質 一顆的抹物質 上升一度C所需要的熱量 定為它的比熱 懂意思嗎 這樣懂意思嗎 對 我這樣講話很模糊 幹嘛 而且因為太亮了 我是要把燈關鍵好了 二十四就能跳上去了 二十四 可能剛重道在震動 他等一下 他現在裡面一直在動 他現在水就跑了 好 但是我覺得應該 水就沒有那麼多一樣 我等一下再量看看 其實他旁邊真的是水 那就是水 那不是水 它不是水 它是用石油 或者是用那個 那是水 汽油 或者說是甲醇 他說碳氫化物 他是那天看到那個教授 是講碳氫化物 我推測是石油 或者是 汽油 汽油或者是甲醇 所以你真正的全一個溫度器 應該是這樣 對 因為 因為他用那些東西 他對溫度比較難 他對溫度的變化量比較大 你碰到攝影機了 對 老師 欸 對不起 因為酒精很快的蒸發了 喔 是因為蒸發 對 那蒸發 蓋得很大熱 他就瞬間蒸發 他也沒有到瞬間蒸發 就是他很快蒸發 你老闆也知道嗎 把酒精分到衛生紙上 然後在衛生紙 可以冰很長 那段時間 冰很長 那段時間 你是不是想透過時間 他不這樣 他不這樣 他站在中間 對 怎麼這樣 R21 R21要不上去 其實他裡面的液體的分布 那個什麼 他的密度也不很均勻 他溫度分布都不均勻 然後很長 因為他的時間都過了 欸真的喔 然後夏天把他敷在臉上 就超爽 會亮亮的 哈哈 我在想是 那一個是 那一個是感覺 一個是感覺 一個是他 幹嘛 一個是感覺 誰上去 二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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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逼 不要逼 加他們兩塊就好 練 哈哈哈哈 怎麼看不到還可以按 那是隨便按 沒有 已經瞄準了 那個 所以我們講 筆熱這樣 什麼概念 一般來講 我們已經知道物質 筆熱要大過一的 或等於一的 很少 大溫的物質 筆熱都很小 都很小 很小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通常氣體都會比較 筆熱都會比較大嗎 氣體的筆熱比較大嗎 氣體的筆熱比較大嗎 不是嗎 有嗎 好像會吃的管氣體容易熱的 我們查一下 我查一下 查一下 氣體的筆熱 我記得 心是清最大 心是三點多的最大 你不就真的要負責嗎 我應該改變 那形狀 對 按鍵做可愛一點 筆熱 這個二十四 你尖叫下去 老師 你跟我說 我們幫你做可愛一點 好 沒有了 沒有跟你說句 但是我們可以重新做實驗 可以重新做實驗 這裡不會很困難 那是什麼畫畫 期待 看在自己 你知道我會想要做什麼嗎 什麼 為什麼 入水太太 是嗎 是不是你爸 你爸很多人都喝了 在家裡很慎重 他很愛喝玩笑 你爸看 看起來不像 但是很愛喝玩笑 那邊好像 你又沒有改天 到我們家的車看看 然後他就開始跟你說錢 對 真的好笑 然後徐宇就被騙到過 徐宇有一次就真的要拿錢給我 八截 八十截 他好像應該講七十吧 哈哈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筆熱 空氣導熱係數筆 這是導熱係數筆 這不是筆熱嗎 筆熱 這邊 好 升高度C 筆熱一顆東西升高度C 就這樣 但會是這樣 我聽不懂 空氣的筆熱是這樣的 一顆一度吸 他是1.01焦 1.01焦 可是一卡是4.19焦 也是他筆熱大概是四分之一焦 四分之一卡 四分之一卡 所以他筆熱是0.25 所以空氣筆熱沒有比較高 空氣筆熱是低的 空氣筆熱是低的 我上次查到 我上次查到 比熱最大的 然後 得到的是清洗的 3.01焦 他是不是 比熱最大的空氣 因為 我一直的 印象中 水是比熱最大的 對啊 然後 我上次去 在討論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 你講過 有更大的 東西 很少啦 但是有啦 對 我們就去查 對 查到一些心情 所以我們要搞破壞了嗎 哈哈 都紙喔 老師剛剛紙還做冰的嗎 還一點點啊 對 超久的 為什麼都在紙還很久 我覺得因為他本身現在沒有 像我們 身體會持續提供的量 會提供的量 因為他不會那麼快的 變 熱 所以你 你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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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實上沒有給他很大的 持續的熱 沒有他沒有說清啊 他是說 水啦 他是看水還是水 我都要水啦 學姨沒有說熱的 學姨沒有啊 你來電腦裡 你來電腦裡 有後是不是沒有錢我來找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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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和物理都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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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 跟我無緣的 你是廁所多多怕 我 再會你去馬桶照看 可以把他關掉 休息一下 好 接下來課休息